今天是宝玉的生日 我们大家欢聚在北极 为宝玉庆生 大家唱这歌 祝你生日快乐 2月16日 正巧是旅友李宝玉的生日 在南太平池道旁边的斐济 李宝玉不禁得到了中国朋友的生日祝福 也得到了斐济朋友和世界其他国家朋友的生日祝福 斐济的吉他手弹起了斐济的音乐 朋友们随着音乐跳起了欢快的舞蹈 整个大厅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这真是一个跨国的生日聚会 不分辐射 不分种族 不分国家 大家同唱一首歌 祝你生日快乐 奥瑞格斐济海滨度假村 以最高规格的礼遇 祝贺李宝玉的生日 他们表演了斐济传统的欢迎曲 布拉米利亚 送上了生日蛋糕 用斐济语演唱了生日歌 一同住在这个度假村里的外国游客们 也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庆祝李宝玉的跨国生日聚会 举起手机拍照 并祝他生日快乐